12种抗辐射的食物都有哪些你知道吗 有粉丝私信老黑 自从知道日本往大海里倒喝废水 就时刻关注着防辐射这件事 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 哪些食物有抗辐射的作用 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 1.绿茶 绿茶虽然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喝的饮品之一 但是很少有人会把绿茶和防辐射联系在一起 但是事实是绿茶的防辐射效果相当不错 因为绿茶中富含茶多酚 茶多酚就是一种能够抗辐射的物质 它能够消除辐射产生的自由基 这种自由基会破坏人体的DNA 导致人体的器官功能免疫力全部受损 所以大家平时可以多喝喝绿茶 毕竟绿茶除了抗辐射还有抗衰老等作用 2.黑芝麻 大家对于黑芝麻最大的印象就是吃了对头发好 因为黑芝麻中富含蛋白质 矿物质 黑色素等营养物质 但除此之外 黑芝麻中还有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 C这种元素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减少辐射对人体的损害 3.紫菜 紫菜能抗辐射跟黑芝麻一样是因为含有锡元素 不过除了锡元素以外 紫菜中还含有胶性物质 这种物质有能对抗放射性物质的作用 能帮助放射性物质排出体外 以达到抗辐射的效果 4.黑木耳 黑木耳一直以来被当成女性减肥和养颜的食物 因为它能补血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而黑木耳能够防辐射主要也是因为含有胶质 胶质能够很好的吸附体内的放射性物质 然后带着那些物质一起更快的排出体外 那么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抗辐射的食物呢 12种吃了能抗辐射的食物 5.牛奶 牛奶是大家最爱喝 对人体也有很多好处的饮品之一 过去几乎没人觉得牛奶有抗辐射的作用 不过后来国外有研究表明 牛奶确实可以防辐射 这是因为牛奶中富含蛋白质 其中有一种乳铁蛋白 这种蛋白有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能够抗辐射 听起来很不靠谱的样子 其实都是有实验证明的 日本研究人员曾用50只老鼠做了一场实验 将这些老鼠分为两组 两组老鼠接受同样的X射线照射 但只有其中一组的老鼠 每天喂养乳铁蛋白的饲料 30天实验结束之后 吃了乳铁蛋白饲料的老鼠 大部分都活着 没吃的死的差不多了 所以他们得出了乳铁蛋白防辐射的结论 不只是牛奶 大家也可以多吃其他的乳质皮 也有这个作用 6.辣椒 这可是大家日常生活中 做饭最常用的调料之一 对于无辣不欢的人来说 每天必吃辣椒 而辣椒除了有开胃驱寒的作用以外 还能够保护细胞DNA 减少辐射对人体的伤害 除此之外 辣椒还能够调动免疫系统 因此让身体的抗辐射能力得到提升 7.洋葱 洋葱可是一种宝藏蔬菜 日常生活中 大家多吃洋葱能补充蛋白质 维生素C 叶酸 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除此之外 洋葱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作用 那就是杀菌 有科学家曾表示 洋葱是最能抑制体内细菌生长的食物之一 它富含各种微量元素和天然抗生素 所以能够起到防辐射的作用 8.大蒜 大蒜也是一种杀菌能力很强的食物 另外大蒜中也含有锡元素 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所以大家平时炒菜也可以多放点大蒜 既能够增加风味 也能够减少辐射的伤害 不过防辐射的食物可不止这些 12种抗辐射食物 9.西红柿 西红柿是一种男女老少都很爱吃的蔬菜 富含维生素C 各种有机酸 矿物质 膳食纤维等 对人体本身就有很多的好处 但其实西红柿本身是不具备防辐射作用的 只是西红柿中含有番茄红素 这种元素能够消灭辐射产生的自由基 减少对人体的一部分损伤 但总之 多吃西红柿是不会错的 10.草莓 大部分女性都爱吃草莓 因为草莓中富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E 都是对皮肤有好处的营养成分 除此之外 草莓中还含有多分类抗氧化物质 对辐射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所以如果不想让自己的脸部被辐射损害 大家可以多吃草莓 11.芹菜 芹菜最大的作用其实是对肠胃有好处 因为芹菜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肠胃消化食物 让肠胃变得更加健康 但其实芹菜也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所以也能减少一定的辐射损害 12.柑橘 相信大部分没听说过柑橘能够防辐射 但其实并不是吃了柑橘就能够防辐射 而是柑橘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 能够减少辐射对人体产生的损伤 当然以上所有的食物的作用都是因人而异 不管是什么食物 大家在食用的时候也不要过量 不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另外大家身体有任何不适 建议线下就医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